新竹市的市長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耿傳媒 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分析一下 最近政壇上最大的新聞就是高鴻安 高鴻安以高票當選了新竹市的市長 照道理來講新竹市人口在台灣地區不算是特別大的一個城市 新竹市在台灣的政壇裡面也不算是有太重要的份量 大家只要想一想說你還記得以前的新竹市長 除了林志堅以外還有誰嗎 那林志堅也是因為鬧了一個論文抄襲案 以及跟陳明通的關係 所以沸沸揚揚 被台灣島從北到南大家守守 但除此之外 以前的新北市長 你又能夠記得住幾個人 現在高鴻安 因為他以這個第三個政黨民眾黨的身份 來當選新竹市 再加上他又有在紅海服務的經驗跟資歷 還有新竹地區 新竹市裡面大部分的選民 是跟科學園區是有關係的 所以平均的教育程度 相對的比其他的縣市要來的高 平均的所得跟銀行存款也比其他的縣市來的高 同樣的他的年齡層也比其他的縣市來的低 這樣一個年輕多金高學士的城市 選出高鴻安這樣的新竹市長 不必意外 因為高鴻安就剛好符合了這個年輕高科技多金 這樣的一個背景的人所喜歡的一個市長的人選 但是高鴻安這一次的當選新竹市長 有幾個很重要的成分 第一他是民眾黨提名的 而民眾黨的黨主席啊 柯文哲本人就是新竹市的人 所以有牆內的地緣跟人脈關係 對於高鴻安有一定的幫助 第二高鴻安本人在競選過程裡面 遭受到了民進黨牆內的抨擊 因為民進黨所提名的桃園市長林志堅本人 原來是新竹市的市長 跑到桃園區選市長 結果因為被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現在正在競選立法委員 踢爆了他有論文抄襲案 結果兵敗桃園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挫折 可是民進黨卻反過來 經由海外的一個民進黨的文化打手 本名姓陳 但是他卻用叫做翁達瑞教授的名義 在海外支援蔡英文跟民進黨 翁達瑞這位姓陳的教授 他在林志堅的論文之後 公開批評高鴻安的論文也有抄襲的情形 他只是沒想到高鴻安有備而來 就找出了一大堆證據 強而有力的反擊了民進黨的指控 就使得民進黨的側翼網軍打手 跟民進黨的候選人陷入困境 也抬高了高鴻安的聲望 同時也把高鴻安推向了代表反對民進黨勢力的風頭浪尖上 也成了在新竹市反對反擊民進黨的頭號品牌 也逐漸的把國民黨的候選人 市長提名人林庚人就漸漸的邊緣化 所以這一場選戰令人津津樂道 但是後來民進黨就改用了其他的司法招數 就是引用了高鴻安在擔任這兩三人立委任內 他在他的辦公室設立所謂助理會的公基金 用這個方式來指控高鴻安違法貪獨 柯文哲民眾黨以及他個人的表現 還有國民黨的大力的支持底下 使得他順利的當選新竹市的市長 民進黨就不甘心 那麼立刻就調動了司法檢調單位 發動了八路搜索 好像在抓一個江陽大道一樣 然後就是為了高鴻安在立法委員的任期內 有一筆助理費的公基金總共是六十萬 六十萬分攤他三年的任期很好笑 一年就是二十萬 一個月就將近一萬多 也就是他如果有十個助理的話 每一個人大概就是一千多塊一個月 這樣的一個助理會的公基金鬧得沸沸揚揚 指控高鴻安有貪獨的嫌疑 而且發動了他們的側翼就是所謂的鏡周刊 這個是老路數了 民進黨要破壞一個政治的路 就一定是結合鏡周刊 就像在桃園市在選舉的時候 為了要打壓張善政 他們也不斷的放出什麼張善政 在紅機服務的時候 有去投標榮委會的案子 然後有的沒有的在鏡周刊刊登了一大堆 換句話鏡周刊在此時此刻 就是扮演著民進黨打手的角色 那鏡周刊同樣的也在高鴻安的案子裡面 即半年打擊高鴻安的這樣的一個宣傳打手的角色 那高鴻安最近一段時間 剛被這個所謂的民進黨的檢調單位 台北地方檢察署拿去傳訊的老半天 用60萬交保 剛好跟他被指控的60萬的助理費 幾乎是金額一致 那高鴻安的這個所謂的公基金的助理費 其實跟貪毒一點關係都沒有 純粹是民進黨跟台北地檢署 要羅織他入罪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個高鴻安並不是用假助理 去跟立法院領起薪水 這個是立法院的薪水 撥到高鴻安的公費助理的薪資帳戶以後 高鴻安要求這些助理 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平均大概捐個一兩千塊 成立一個公基金帳戶 簡單的講 這個就是一個勞方跟職方之間的契約 很多人可能不曉得 立法委員的公會助理並不是立法院的員工 他完全是立法委員個人的助理 雖然是立法院薪資直接到助理的薪資帳戶 但是在法律上立法院補助立法委員的款項 補助他聘請公會助理 那因為聘請公會助理 公會助理並不是公務員 他們沒有公保 他們只有勞保 跟一般的勞工一樣 就等於直接受僱於立法委員 那並不是受僱於立法院 立法委員可以隨時任命 隨時解任這些立法院的國會助理 所以立法院的國會助理 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職業保障 這個跟其他的人想像的是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國會助理要給多少薪水 完全是由立法委員個人來決定 然後高鴻安的助理 對於高鴻安要求他們捐這個所謂的助理會的公基金 這個是他們的勞資糾紛 跟立法院無關 跟立法院無關就沒有貪獨的問題 第二個接下來要討論的是 那這種純粹的這個助理會的公基金的爭論 包括說那立法那個公基金的運用 跟立法院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跟公家機關有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這個運用是否得當 也是高鴻安跟他助理之間的民事糾紛 跟刑事案件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就指控說你這個公基金使用不當 不是使用在公務場合 很好笑 為什麼 立法委員本人的公務場合 是由立法委員自己決定的 包括說立法委員跑婚商喜慶 這是公務還私務 根本不干立法院的事啊 那也是立法委員個人的事 所以立法委員對於這些 有法律上早已經成形的完全的運用權 那如果助理會繳到公基金以後 助理認為這個錢不妥當 那他可以跟高鴻安控告他使用不當要求賠償 那也是民事的問題 這個跟所謂的貪毒跟立法院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呢 台北地檢署就硬要把他指控為 是屬於立法院的錢 這根本就是歐龍寫得胡搞瞎搞 純粹是把民事問題變成刑事問題 高鴻安頂多就是吝嗇貪小便宜 而談不上所謂的貪毒 但是這麼一個明顯的一個司法的攻擊跟破壞 也就是民進黨輸了選舉 就跟一個賭徒一樣 賭輸了要翻桌子 是非常可惡的一種行為 高鴻安這個事情爆發以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輿論的評論 藍的媒體基本上都比較傾向於支持高鴻安 綠的媒體就整天醜化攻擊高鴻安 不管剛才我講的事實跟法律意義 跟法律基礎完全不管 就是要攻擊高鴻安 要醜化高鴻安 沒有關係政治多爭本來就是這樣子 沒什麼好訝異的 但是你司法機關就要依法論法 不給胡搞瞎搞 所以有人跑到了台北地檢署的屋頂上面去 就掛了一個民進黨的黨旗 他意思是說台北地檢署是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那台北地檢署說這樣是五路公署要法辦 很好笑的民進黨黨籍變成五路人的東西 而不是跟一般人用排泄物去五路人有什麼不一樣的 很好笑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包括我在內 還有很多的國民黨人都大力的聲援高鴻安 可是我一點很納悶的就是柯文哲的角色 奇怪的是柯文哲包括民眾黨對於高鴻安的事情 保持堅默幾乎是沒有聲音 媒體朋友們跑去問柯文哲 你對高鴻安的事情是什麼 柯文哲的回答幾乎是四兩拨千斤 好像不干他們民眾黨的事 那我就不解啦 柯文哲也是黨主席不方便講什麼 民眾黨少數有好幾席的立法委員 那為什麼這些立法委員沒有人坑聲 民眾黨的中央黨部一片靜默 民眾黨的發言人對這個事情幾乎沒有什麼發言 也沒有去幫高鴻安維護 也沒有去幫高鴻安解釋 甚至於好像是路人互不相識 這個我真的百思不絕 從政治上來講 作為一個政黨 對於你的這個很重要 而且唯一的選上的市長 面對民進黨的追殺 竟然保持堅默 到底為什麼 這些人完全不懂政治的樣子 我來打一個比照 在選舉前的時候 國民黨籍的宜蘭縣長林之妙 被民進黨的連政署 注意到不是檢調機關 連政署 以所謂貪毒的名義 大肆的偵辦 要搜索 問訊 擠壓 把戲無所不來 理由是什麼 說林之妙在五六年前 在當羅東鎮長的時候 有一個羅東鎮民 他的農地要買賣 要申請免除土地增值稅 免除了一百多萬元 然後林政署說這是非法的 那最有趣啦 農地依法規定 就是買賣的時候 不用繳土地增值稅 農地的特色是這樣子 但是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不沉穩的附帶 或者沉穩的附帶規定 說你這個農地 法律上是農地 而且要做農地使用的時候 你買賣的時候 才不用免除這個土地增值稅 那一塊土地是不是農地 法律規定的很清楚 那農地有沒有做農地使用 這個就很複雜了 有點模糊不清啦 那這塊農地是這樣子的 本來他是做農地使用 農地本身做農地使用 後來他改成作為 租給人家做堆積 一些雜物用的土地 然後他要買賣之前 他又把這個恢復為種植 這個果樹用的農地 然後就根據這個種植用 果樹的農地的基礎 作為羅東鎮長的時代的林芝廟 那麼就批准他 是用農地使用 那到了當縣長選縣長的時候 那他就免除了120萬的土地買賣的增值稅 那林鄭署就指控說 這個人免除了120萬的增值稅 就是因為有政治獻金給了這個林芝廟 所以林芝廟涉嫌貪賭 在這個案子裡面 國民黨的立場很清楚 大力的支援林芝廟 大力的反駁 倒過來指控民進黨執法破壞 而這個整個情形端在宜蘭縣的縣民面前 宜蘭縣民就是認定你民進黨胡搞瞎搞 注意到宜蘭縣是民進黨施力非常大的 是一個綠大宜蘭的地方 你就看他的這個縣議員選的 民進黨比國民黨多 你就知道說這個地方是綠大而蘭 結果民進黨這樣胡搞瞎搞以後 宜蘭縣民是支持國民黨的 支持林芝廟的 是不接受民進黨的指控的 為什麼 瞭解你民進黨的胡搞瞎搞啊 因為歷年來都是這樣認定的 所以他們宜蘭縣都是這樣認定 宜蘭縣的農地嘛 都是這樣認定的 所以民進黨其實現在說 用個司法案子 扣除了林芝廟 國民黨大力支援 如果案情太複雜了 當然也許說你政黨搞不清楚 慢慢釐清 這一點可以了解 但是像林芝廟高宏安 這個案子呢 其實你只要花點精神去了解 有這麼多立法委員 有這麼多黨部的幹部 你黨主席也是老經驗的 花個時間了解就很容易決定 要不要支持高宏安 就到今天為止 高宏安這事情已經發生那麼久了 民眾黨保持不更生 那媒體就在懷疑啊 說到底高宏安跟民眾黨發生了什麼事 高宏安不是民眾黨提名的新竹市長嗎 怎麼你們對這個問題呢 保持緘默 還是說你們自己也覺得高宏安有罪 或者說你們自己也有同樣的情形 害怕去支持高宏安以後 又被民進黨報復 第一個 如果你們也覺得這個高宏安有罪的話 你民眾黨關門算了 這麼簡單好理解的事情 不會去理解 你們這麼多立法委員鬼混是不是 如果你們民進黨的話 早就一排立法會站出來 狠狠地反擊了 你民眾黨要幹什麼 還是你民眾黨根本不曉得怎麼辦 亂來吧 那如果第二個理由 因為你們害怕民進黨報復 所以就不敢聲援高宏安 拜託明天請民眾黨關門 你有什麼連告訴台灣老百姓你是一個政黨 我很不客氣講 這麼不夠資格當政黨 柯文哲不要想選黨主席了 有人想把媒體就講說 哎呀民進黨禁止高宏安 就是要不讓柯文哲選2022總統 我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如果讓柯文哲 因為高宏安案無法選2022總統 那不是幫助國民黨嗎 民進黨這麼笨嗎 民進黨在施政是又笨又壞 但是民進黨在做政治算計的時候 是又精明又鬼聰明 他怎麼可能拿高宏安來打擊柯文哲 讓柯文哲沒辦法選總統 所以 誰得利啊 當然是國民黨得利嘛 民進黨可能做一些對國民黨得利的事嘛 如果是真的這麼想這麼做 那國民黨還要好好感謝民進黨 謝謝 謝謝蔡大總統 你不讓賴清德當選 所以這樣用這種方式來支持國民黨 這是最好笑的一個邏輯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民進黨會對國民黨這麼 或者我也不相信說 蔡英文是要大力支持國民黨 來當選2022總統 不相信 可見回來就是什麼 最後一個解釋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都是一批無能之輩 根本沒有辦法應付一些政治的風浪 都一些小心謹慎的沒有用的傢伙 那如果這樣子民眾黨關門嘛 要不然你換新的一代誰當立法委員嘛 民眾黨少數立法委員好幾席啊 不分區的啊 他們有沒有區有不分區的啊 還是說最後的解釋 就是說民眾黨這些立法委員 跟高宏安關係處得不好 那更令人納悶啦 一個政黨尤其是不分區立委 高宏安也是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啊 再有怎麼樣的私願 不分區的立委 只有黨意沒有個人的名義 有個人的意志 這一點他不瞭解嘛 因為你是不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就是政黨代表 怎麼會有個人的情緒呢 怎麼可以 可以說因為你不爽高宏安 你跟高宏安交情不好 所以你就不出來聲援他 那以後有點才幹呢 為什麼要加入你民眾黨 原來你們就是這一批沒有用的傢伙 還是更不堪的解釋 就是民眾黨這些人 就是叢林裡面的小白兔 那小白兔碰到大野狼的時候 驚慌勢散 如果你們這麼軟弱 這麼小白兔的心態 在這個驚濤駭浪的台灣政壇上面 你們能幹什麼 你能保護老百姓啊 你能夠治理國家嗎 你們這些民眾黨立法委 你們能幹什麼 所以柯文哲的表現 令人訝異 不解 民眾黨立法委的表現 更令人不解 然後民眾黨的黨中央 不管是秘書長發言人 的表現 幾乎就是令人覺得說 你們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政黨 還是你們是一個不值得存在的政黨 怎麼連高宏安這種事情 你們碰都不敢碰 反而國民黨人啊 一票人 包括我在內 我第一個時間就跳出來支持高宏安 我們國民黨這些 退除役官兵 我們都這樣來支持 還有很多現任的很多的民意代表 包括國民黨的立法院 都在支持高宏安 反而你民眾黨要辦點什麼 溫良公賢 讓讓讓 比國民黨以前的馬英九時代還慘 是不是 所以今天是我對民眾黨 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批評 這是民眾黨的危機 外面很多人對民眾黨的不解 就會對民眾黨產生高度的不信任 跟不能原諒 民眾黨你們該醒來的吧 柯文哲該起床的吧 謝謝收看 過了 如果我還是不斷全滅到看 需要注意到 公園的不敏 公園 稍後 非常多 我喔 至少